甘露简介 甘露 佛陀送来的珍贵的食物 甘露出口分为两类 一般人波茄和法师用棕草药 祸水和舍粒等东西 加以咒语加持制造而成的丹丸 称为甘露 可以说这是假的甘露 什么是真甘露呢? 真正的甘露是佛陀从佛国送来的珍贵的食物 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食物 是由法王级的佛菩萨上师 以其道进灯坛修法 请来佛陀驾临司空降下来 或化光或显形 无中生有进入法中之食物 受甘露的仪式 首先上师与弟子必失隔离开 上师与弟子相隔数帐或数十帐远 上师不能接近弟子 只能坐在法台上不能下坐 弟子于遥远处自己衣礼将法波 此法波为古红铜紫金法王传承法波 用浸水洗浸擦干 自己将法波放在自己的面前 两眼紧紧盯住不离开 此时上师在远处的法台上修法 佛陀将从佛国送来甘露 在天空降下 霍化红光 霍化蓝光 霍化五彩虹 进入弟子守护的法波中 殊胜无比 上师命弟子起开盖 展现甘露 此时弟子将惊喜地看到 神妙无比来自佛国的甘露 在自己面前的法波中 绝非人间之物品形象 弟子确定甘露后 上师方有权布下法台观看甘露 加持弟子浮食 此甘露浮上一口 寿命增长到一百二十有余 该甘露能处一切疾病 比如顽疮痕症 当下谈上甘露 两三分钟内即可消失的无隐无踪 冲病痊愈 如此无价之宝的甘露 绝非普通人能享受得到的 中国古皇帝秦始皇 当年想吃长寿甘露 派徐福带五百同男同女远赴今天的日本岛 但徐福无法求到甘露 不敢返回见秦始皇 今天的日本民族即是当年徐福等的子孙 在西藏 许多人想吃上一口甘露 一不磕一长头 败到拉萨 腿手剥裂 乃至被石块划破身体 花费四五年时间 大都到了拉萨后 法王做常以功德不够 而不宜加持甘露 有的人苦行一生 未求得甘露 但到临闽宗时 连甘露的影子也没有见过 要什么样的人才能求得甘露呢? 必须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 自己绝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第二 自己必须多生累劫具备无量的善根 第三 必须要有人遇上真正能修持甘露的大法王 否则 无论是什么帝王将相 都没有资格求到真正佛将甘露的 旧道家认为 一生最难得到的最高境界 是以炼精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还思 一和元神 寓意金丹 解救武器朝阳 三花聚顶之境界 但是 对于佛将之真甘露 这实在是小菜一碟 只要抹上一点灌顶甘露 一昼夜 即能进入清静无为 三花聚顶之境界 如果作为佛法灌顶 更是圣之若干 非同小可 可见甘露是何许伟大 因此 求到甘露的人 一定要十分的虔诚 极度的珍惜 严格持修 甘露护持受咒 怎能饱受消灾 增长到尽 得大成就